大家好我是老王 今天是靈異系列 要來講一個靈異公社的張小姐親自發生的三個靈異事件 很多人都說台中最恐怖的靈異事件是發生在倒閉多年的卡多里樂園 大家也都瘋傳卡多里樂園是因為雲霄飛車斷軌導致一堆人死亡而倒閉 其實大錯特錯啊 他不過只是單純經營不散倒閉而已 台中最恐怖的就是傳說中出現過紅衣小女孩的風凍石 風凍石事件是發生在1998年3月 一群人出遊拍到一個臉色鐵青的紅衣小女孩 結果其中一個人離奇死亡的一個事件 這件事情也讓風凍石增添了不少靈異感 接下來的故事我會用第一人稱來敘述 當時我朋友約了大家一起去卡多里樂園探險 就這樣我被朋友摘上去了卡多里 當經過卡多里樂園時是真的覺得蠻可怕的 或許是因為大半夜又或者是因為雜草重生吧 後來我們一群人就停在山下的便利商店 此時又有人提議說 欸要不要去風凍石看看 因為那時候紅衣小女孩很紅 而且我是被載的也算傻膽吧 沒有其他意見 就這樣我們一群屁孩騎著車轟隆隆的上去了風凍石 其中我們走到類似正木椅喔 還是一個涼亭的地方大家坐著休息聊天 當時大家的衣服剛好都有不同的顏色 這時候有一個豬隊友 我們先姑且把它稱之為豬公好了 豬公開始一個一個指著說 白衣小男孩 黑衣小女孩 接著念到我身上指著我說 紅衣小女孩 那天我真的穿紅色衣服 沒有錯 雖然我不知道紅衣小女孩的故事是不是真的 但是後來在下山的途中 我身體感覺到有點不舒服 但我還不以為意 回家躺平後開始高燒不退 我媽媽以為我只是單純感冒 所以帶我去看醫生打了退燒針 但高燒依然不退而且還變本加厲 多了嘔吐的症狀 幾個小時後 豬公的媽媽打電話來 問我媽媽我有沒有怎麼樣 我媽媽疑惑的問 怎麼會忽然這樣問 原來是豬公回家以後 整個人變得超可怕 陰沉又瘋癲 像是中邪一樣 豬公的媽媽才開始打電話給每個朋友 但是只有我有異狀 哇 這下事情是真的非常嚴重 於是豬公的媽媽帶著豬公 以及我們去醫間廟給一個師父看 那時候我依然還沒退燒 呈現昏迷不醒的狀態 師父一見到我們兩個 便跟兩位媽媽說 這兩個小孩遇到了大麻煩 尤其是那個男孩 因為他緊跟著他不走 一直瞪著他 後來師父開始溝通 溝通了非常久 他才願意原諒我們 請走了他之後 身體也神奇的恢復健康了 到現在我還依然無法理解 我明明就在山上都沒有說話 為什麼連我都有事 你們覺得為什麼 那麼這個故事前半段是自己有意思 後半段是媽媽轉述的 那這邊老王也要警惕大家 千萬不要半夜夜遊上山 如果真的要去 就帶個護身符 學學我 在山上也真的不要亂說話 免得害人又害急 前幾年我跟閨蜜的一個故事 接下來給閨蜜匿名為小美 我跟小美一起搭飛機去東山島 找她男朋友遊玩 當天剛好也是小美的男友 跟朋友們要搬新家 所以他們先接機玩 然後載我們兩個 一同前往新家 我還記得是東山島附近的別墅 小美是跟她男朋友睡 所以我是自己一個人一間房間 進去之前我很確定 我有敲門也有沖水 在第一個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馬上就被鬼壓床 我很肯定那種壓 不是醫學上面說的身體太疲勞 而導致的 我非常確定我是被鬼壓床 因為當時我身體動彈不得 眼睛卻是睜開的 我想大聲叫小美的名字 卻叫不出聲音 但是我也看不到任何靈體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時候我想到有人說 被鬼壓床 就要在心裡罵她髒話 她才不敢放肆 我認真使出吃奶的力氣 在心裡瘋狂的罵她 祖宗十八代 嘿 這招似乎真的還蠻管用的 罵到一半 她就離開了 當然 我後面肯定是睡不著覺的 所以我跑去客廳看電視 第二天晚上半睡半醒之間 我竟然看到一顆半隱形的人頭 半隱形的人頭 就在我正前方飄 這裡她只有頭沒有身體 我馬上爬起來 用一百公尺跑九秒九的速度衝去找小美 然後跟她訴說這兩天遇到的情況 但是能怎麼辦呢 畢竟不是自己家鄉 後來小美跟她男友說完情況 並說要陪我一起睡 到了房間 小美把她脖子上的玉佩拿起來 帶在我脖子上跟我說 遇能避邪先將就一下 一早起床 就趕緊帶著我搭飛機 回到台灣拜拜 不過真的很神奇 玉佩一帶上去 就一覺到天亮了 回到台灣下飛機後 我們立刻衝往宮廟拜拜 以及請師父受驚 這是張小姐第二個親身經歷的故事 你們覺得可怕嗎 那老王這邊可以補充一下 這個東山島在1953年的時候 短短三天 就死了將近四千人 抗日時期的時候就不提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人頭 有可能是打仗的兵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查看看 東山島戰役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租到不乾淨的房子 四年前 我曾經租到一間 感覺還不錯的房子 客廳不但大 主臥也大 赤臥也不差 主要它是在一樓而已 對我媽媽來說 它其實是非常方便的 後陽台不但能曬衣服 還能約朋友來烤肉 還附有魚池 裡面養了十三隻鯉魚 跟兩隻垃圾魚 一開始住進去 都覺得沒什麼奇怪的地方 但就只是感覺比較涼而已 可能是因為最偽艱吧 但最奇怪的是我養的臘腸狗 它一向都很溫馴 不會亂叫 住進去之後 卻常常亂廢 當時我以為它單純只是因為不習慣環境 或者是單純只是耍壞 沒有什麼注意它 但自從住進去之後 我運勢就漸漸不佳了 什麼都不順 住到大約第八個月左右 我被鬼壓床了 而且是三天兩頭都壓 當我跟我媽媽說的時候 媽媽一開始也只是跟我說 可能是我工作壓力太大造成的 別亂想那麼多 要我放輕鬆 但是從我三天兩頭被壓開始之後 後面的魚 先死了兩隻 而且死的是生命力最強的兩隻垃圾魚 接著我身體也三天兩頭感冒 或是這裡痛 那裡不舒服的 反正就是疾病纏身 運勢不順 漸漸的後面的鯉魚 也一隻接著一隻死掉了 後來我媽媽捨不得 決定把剩下的六隻鯉魚送養 當時我媽媽其實都有按時餵食 而且還請過專業人士 來幫我們看看 有沒有哪裡做得不好的 但是魚池沒有任何問題 一切都很好 接著某一天大中午的 我大中午就被壓 是怎麼回事 那次我在心中罵他 罵很久 我才脫身 我整個嚇死了 我立刻跑去跟我媽媽說 但是我媽媽一直覺得 這一定是我身體太疲憊 壓力太大造成 一直以來他都不以為一 但是在我大中午被壓後的那一次過沒幾天 在我媽媽睡午覺的時候 睡得也不好 輾轉難眠啊 在他半睡半醒之間 突然看到一個穿藍色樹面 長跑馬掛 無頭的男子就站在他身邊 我媽媽指著他 想問他是誰 但是我媽媽聲音完全出不來 當天晚上 我媽媽在看電視的時候 電視自動關掉 我媽媽把他打開來 又被關掉 我媽媽全身發毛啊 隔天早上 我媽跟我說這件事情 然後跟我說他相信我是被不乾淨的壓了 所以我們開始找房子 準備要搬走了 但是在這段時間 發生了一件讓我很難過的事情 某天我在北部上完班 要回家的路上 我媽哭著打電話來 對我說 我的臘腸狗過世了 我難過的向我媽媽詢問事情 發生的經過 那我媽媽說 平常我的臘腸狗都會亂廢 那天我媽媽洗完澡要餵他吃飯 結果看到他是被自己的被子 纏繞在脖子上窒息而死 我媽媽看到嚇傻了 他從小到大都是睡這個被子 而且被纏繞不是應該會不舒服 應該會想叫 會想求救啊 但是我媽媽說他根本沒有聽到 任何一聲他叫的聲音 感覺就像是被人勒弊 就這樣我失去了我的愛權 我還記得他當時還死不瞑目 直到我在他火化之前 對他講講話 他才合上眼睛 後來我朋友也寄養一隻紅貴賓在我家 那隻紅貴賓聽我朋友說 他平常也是很乖的 可是他來我家後 脾氣不但變不好了 還咬了我媽媽兩次 種種跡象讓我百思不得其解 當時我們家附近有間能問世的宮廟 我媽去那間宮廟把這些事情告之後 師父一說 你們趕緊搬走 那間非常不乾淨 你以為屋簷下只有你們兩個人嗎 不 不只兩個 有很多人 你們養的狗是在幫你們擋上 快點搬走 不然下一個危險的就是你們了 我媽媽告訴我這件事之後 我跟房東說我要提早退租回南部了 我們在這裡住10個月而已 房子點椒要離開之前 我媽媽跟房東再三強調 你的房子真的很不乾淨 然後我們就趕緊離開那裡了 我們住進去的時候是都有拜地基主的 那間房子啊 位於台中太原路某段上 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裡了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 加訂閱喔 有什麼想法 有故事的話 歡迎你留言跟我分享 這邊老王就在想這件事情 上一個故事是在講說 他遇到了一個只有頭的靈體 這一個故事在講說 遇到一個沒有頭的靈體 那如果這兩個混在一起 會不會其實就是 這一個人有問題 希望他們幫忙 不然這個張小姐怎麼會一直遇到呢